比赛开始 陈清晨 投一个后场 这球 很可惜 其实前面分对角 分得不错 现在发球的 这是安玉 好球啊 这球刘胜书抓得真好 这球贾一帆 正拍的一个调往前 速度太慢 所以对方的刘胜书呢 这球跟进抓得非常棒 球发得长呢 想发一个后场球 这球贾一带 好球啊 漂亮 我们看到开场以后 辽宁组合 安育和刘胜书 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 非常敢下手 而且呢 两个人的连贯啊 整个的这种 相互之间的衔接呀 也都非常的快 出球呢 很果断 调给对手 这球呢 刘胜书 和安育呢 球没有分出来 陈清晨 还是要偷后场 他是想发这个三号区 所以他 大家看他刚才是 跟同伴失忆了 伸出了三个手指头 他是想偷到后场的三号区 打一翻 陈清晨 打一翻 陈清晨 行程多拍 通房转换 顶了一个过顶 好球啊 8比2 8比2 球发的还是质量比较差 陈清晨接发球形成了这个推呼压 然后贾一翻 这个杀了一个中目 对 bounced 打放 5秒 5秒 1回头 1秒 3秒 1秒 5秒 3秒 5秒 0秒 沒事 沒事 放發球 9 9 我們看就是 遼寧的這隊組合 劉玉 對不起 安育和劉勝舒 就出球還是很果斷的 然後呢 這個球出得有速度 而且呢 又有這個 就是球制 球很重 放發球 4 9 應該是1號去 這球 陳清晨擋了一個滾網球 來 陳清晨發球 好 好 好 十 給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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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滾網 也是 一個滾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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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好 好 收掉中路 分对角分得不错 失误了 这样11比6 安育和刘胜书呢 是领先5分 第一局的间歇 从第一局前半段来看呢 辽宁这对组合呢 还是很有冲劲的 这两个人在场上 我觉得就是不畏抢手 应该说没有什么思想包袱 心态呢也放得比较低 而且呢在技战术层面上 就是他们在整个的轮转 包括相互之间的这种配合衔接 以及这个出球的这种硬朗上 其实都是要好于 这个陈清晨和贾一帆 打得很积极主动 中前半场呢 就是敢于下手 11比6 放开球 7比11 这个大拇指呢 应该是代表的 就是发5号去 就是发5号去 然后再打得很积极主动 防发球 1号去 2号去 5号去 第3号去 5号去 6号去 7号去 7号去 6号去 7号去 6号去 6号去 7号去 8号去 7号去 7号去 好球 这球出的还是很有质量的 而且很突然 这球陈清晨 快速地抽了一个对角球 贾一凡 贾一凡 这个放完球以后 第三拍的衔接跟进得很快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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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玉这球也是接了一个滚网球 就是还是接发球还是非常敢于出手的 发球的刘胜书 我们看发接发这个环节 中前半场 两位这个年轻的安玉和刘胜书 冲击力很强 把这对老将贾一凡和陈清晨 这个冲的感觉有点乱 也是杀了一个中路 杀了两个人的一个结合部 两个人有点抢到一块 陈清晨发球 收掉 看了对方站位比较靠后 所以这一下陈清晨的这个收掉 追到只差一分了 13比14 应该是 大拇指应该是5号 5号去 这一球安玉往前 自己出现了失误 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4平 摔下 fa adorable 是的 是的 小心 收掉 中杀一拍 还是杀到了两个人的结合部 就是中路的这个球 我们看到辽宁队的 这个刘胜书和安玉 好像在这个责任上 好像有点分得不是那么清楚 去比赛 去比赛 连续的中杀 收掉一拍 再杀 分对角 这球 这球 贾一帆是想要挡网跟进 然后转攻 转手为攻 但这个球 贾一帆挡网的这一下 感觉一个是没打准 再有一个可能也有点没接到力 安玉 决定 把刘胜乱 剩下的 封面 赌一排 如果这边 也有点 就够推 这边 就够插 我 封面 这球呢 因为陈清晨就是 对不起 这个贾亦凡呢 就是左手 所以呢 就推到这儿以后 他刚好抬起手来 这左手能够发上力 再抽一个对角 贾亦凡这个左手 球发的质量很高 这球发的好 这球一过球网 球头就朝下了 好嘞 好嘞 好发球 4-6 台队群到 现在是刘胜书发球 好发球 18-16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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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球 9-17 台队群到 好 关键分上双方都是盯着那个发接发 首先是要发好球 首先是要发好球 发得不错 好球 这球连贯其实打的还是挺好的 连续的打了一个追身 十九平 十九平 保持 zag 这个球应该是边线出界了 圆ики 二十 起 sé recommended 这样安玉和刘胜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发球的是刘胜书 这几个球发的都不错 弦断了 这球刚才贾依凡在相识当中 球拍的拍线打断了 所以他拉了一拍高球以后 赶紧跑到场地边上 去换了一把球拍 这样21比19 安玉和刘胜书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年轻球员我觉得在关键时刻 还是很敢打的 就是这个心态 放得很平 保持一个冲击者的这样一个心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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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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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啊 这球出得非常的突然 这球衔接和连贯上做得非常出色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对角勾的 这个对角勾的 这就没连贯上 就是你杀完了以后 你往前的同伴没有跟进去拿这一拍 就贾亦凡杀完直线以后 这球没拿到 所以这一下你的威胁就断了 没有能够保持这种速度和优势 这球两个人有点抢到一块 安育和刘胜书 这球其实安育不该抢 安育还是应该站在场地的右半边 这球给刘胜书去更好一些 但是今天整体上来看 到目前的这个比赛的进行 和两队组合的发挥来看 应该说安育和刘胜书 发挥的是相当不错的 这球发的质量也比较差 想偷一个后场球 但是第一 球速比较慢 第二 这个球的弧度也不够 今天这对辽宁组合 应该说还是敢打敢拼 刘胜书 自己的失误 接发球接得非常凶 接发球直接推扑 这些年我们看到 日本的女双的组合 就是他们取得了非常不负的成绩 其实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跟他们的差距 就在于我们中前半场的球 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节奏上 你看着像是挺快的 但是呢 光是动作快 这个球其实就是没有什么速度 你都是碰过来的 蹭过来的 切过来的 这种球其实你动作再快 节奏再快 但是球本身的球速不快 这一点其实我们看到 日本的女双 她们在这一点上 她们比我们要好 她们不管是什么球 她们过来的球都是有速度的 这球发短了 这球动作有点大 其实来不及 陈清晨收掉中路 贾一帆跟进 再收掉一拍 没连关上 攻防转换 这球 刘胜书点杀的一拍 一个轻的 换球 球发得不错 这球其实是发得挺好的 这发球有一定的速度 就比较冲 要求太高了 刘胜书点杀的一拍 陈清晨 这球 我觉得辽阳宁组合 抢得有点盲目 这球 两个人抢到一块去以后 整个场地的右半侧 全部都暴露出来了 这球安育还是有点着急 这球对方杀了一个滚网球 这球翻蚌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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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就对于安育和刘胜书来讲呢 就是你防的时候 要有一点耐心 现在我们看就是安育和刘胜书啊 就防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的定 就老想抓反击 就防两拍就想挡网跟进 然后就想打反击了 但有的时候呢 其实你挡网的时机并不好 就是你就其实定下心来 顶几拍 分落点 然后分对角 这种球还是要有点耐心 你看准机会 你再挡网 你再跟进 去抓一些攻防的转换 再去抓一些反击 现在有的时候就感觉 这几分安育和刘胜书呢 整个的反击 显得有一点毛躁 不是很好的机会 硬要强网去反击 硬要挡网 是 谁呀 上篇球 十 就这样这种球 你该防就防 该顶就顶 就这个反击的时机 你的这种选择和把握 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就是还是打得有点着急 其实 现在第二局10比10 贾一凡准备发球 11比10 这样11比10 第二局的间歇 一号伞订20秒 一号伞订20秒 这个管可是够大的 我们看 担心是释放的 我认为太好 会有点学习 我认为太好 不信仰 你双它 可以 6 这球可有点可惜了 贾一帆这个球自己失误了 其实是个好机会 方法球 下 比四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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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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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这种攻防 就这个是老将还是有能力的 就直接打这种攻防的转换 这球后杀前锋 杀一排直线拿得非常坚决 就安玉直线杀完以后 我们看刘胜书拿头顶区的这一排球 非常的果断 再下 十四平 十四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球啊 没想到 这个球安育和刘胜书 已经是前面十分被动了 露了一拍 安育在往前的封网 结果这球没想到 刘胜书这个反拍 推的对角球 这球贾亦凡和陈清晨 人准备的不充分 第二局十五平 第二局十五平 第二个之处十五平 这九十五而已 后杀前锋 这球啊 第四五 这球我觉得 安玉在前面的封网 这个拉拍的幅度还是有点大 因为你拉拍幅度一大 对方的球一过来以后 你拉拍动作一大的话 球很容易就飞过自己头顶了 你这个击球点就靠后了 一靠后这个球就很容易按不住 16比15 连续下压 加油 三八球 16 75 两个球 好 漂亮 放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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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战成一前一后啊 这个还是比较被动 因为你这种半场球 双方都不起球 平球快打当中 这球两个人的移动 还有轮转 还有就是你的配合 跑位相互之间的这个球 还是有点问题 放盘球 分球 这球很可惜啊 这球 甲亦凡的分球分到了边线以外 放盘球 不错啊 这个陈清晨和蒋亦凡这两拍 很快 这主要是安育第三拍的这个球的质量比较差 好球 发了一个后场球 关键时刻 这个变化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安育这球揭发球动早了 2 10 9 9 9 2 1 2 4 10 1 2 1 安玉发球 这球 推的对角 推的真好 这球挡啊 这球还是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这种球就是 看着是抢了一个高点 但是你手上不发力 就是这么挡的话 球速还是不够 对方上来迎着你 这加力一推 你就很被动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现在中国的女双 跟日本女双的这种差距 就是有时候这种球 人家敢加力 我们不敢加力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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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陈情辰和蒋亦凡 在揭发的这个环节上 还是做得很好 揭发球就比较的 有压迫性 举点 分对角 连续的下压 连续的下压 这一拍 直接党网上来以后 想反击 但其实我觉得 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1比19 这样的话 陈情辰和蒋亦凡 是扳回了一局 这场女双的比赛 进行的还是相当的胶着和激烈的 前两局呢 是各胜一局 1比1 小分都一样 21比19 都打到了最后 辽宁这队组合 安玉和刘胜书 还是给我们留下了 比较深刻的印象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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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啊 这球陈青春的连贯 自己打了一个小跟进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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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比15 好球啊 这球 我觉得贾一凡 这个防的还是 这个贾一凡和陈清晨 这球防的还是很 这一下 陈清晨的这一下 防的还是很到位的 准备得很快 场上注意力很集中 收掉中路 头顶区杀了一个 大的对角线 这球 这球给到了 给到了这个贾一凡手里 投后场 还是生物太多了 安育 留胜书组合 具备了一定的冲击力 但是呢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 自身的失误啊 包括在场上 这种工房转换的 这种时机的把握 耐心 还是有一些欠缺 这种工房转换的 长点 五分二十 一八 二二二三 长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